就是由他左邊來引導右邊 他右邊沒有辦法講 右邊賣了再加巴金森市的政策 他的平常一直賣下去 以前我剛才說的是用JT市的 我很簡單 我每一邊拿測試資料 都要叫他寫一句 我的測試資料標準化 我都一定要看一段時間 其中包括他就叫他寫誰 他討沒有問題 我是怎麼說他沒計 他的民主都說不清楚 那是由他聽到說有問題 我如果用總統你討看看 他討很快 他說一張米是百張人 所以從視覺到說話沒問題 所以我加強說他有選擇性去侵犯 某一個神經進入 但是病情一直賣下去 他賣的情形你可以看 我叫他寫的一句話 在九月一十七 他寫一句話 他寫一位前總統之死 他就都想要四年了 你看看他的字 過一個月後 他寫一句話 是說 我會數在一中 十二月中 我來測試 你的測試 你叫他寫那兩個字 他用我們寫不出來 他沒有辦法見過 你說這兩個無詐情 這個是標準的 標準的 那個是他畫的 教他畫這個一樣的 畫不出來 畫不出來 三次都畫不出來 來 現在十二月你來看 我可以死了 你看那個字 已經 已經變得很壞 他叫他簽名 對 簽名 怎麼看他有多方字在抖 對 那個時候 開始 刷 十二月中 過一個突然間 有八千真是 這五千人出來 這手機被刷就對了 這的就是 因為腦一定發生問題 現在很重要 想腦對這裡發生問題 我們可以分析 那個 核磁共振掃描 原來我們用 立體圖 圍一個 3D的模擬圖 這不是他真正的圖 但是 他真正的部位 那個紅色的部位就是 他 哪有病變的所在 萎縮有病變的所在 這個我都定了 你如果 我那個 我頭前看 我後面看到頭前的時 剛才是 我上面看到下面 那個部位 那個部位都 受傷 都一定 譬如說 他是怎麼說我的大肢 那是 以言棋 我們一個地方 叫腦島 這個以言棋 丘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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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萎縮 對 對 所以都可以改歲 耶穌 乙症 什麼都可以用腦的病變 來改歲 包括控制情緒 跟控制對人的情感 由於他的所在 都會萎縮 好 這是一個 專業論述的部分 我想請教是賴大老師 將來發展 我們應該要怎麼看 我們都知道醫學 在所有的科學裡面 包括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裡面 醫學是相對的 比較科學了 而且比較專業化了 那一般來的說的話 就是說 而且他們的領域裡面 分工分得很細 每個領域裡面 其實 那個 不是那個領域的專家 就不是專家 即使他是一學系畢業的 他也不會是 那個領域的專家 那我想 這個是很重要 一個問題的 那既然 現在的 在台灣的社會 呈現出來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 例如說 現在有很多人 在質疑 這個榮總 他們本身 是不是有 剛剛有提出來 說有 那個是不是有 消極治療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 指控 因為在醫院來講 被指控 他也有消極治療 嚴格上來講 是很嚴重的 指控 因為這個已經 涉及到醫生 刑者的問題了 那麼第二個呢 是不是醫生的背後 是不是還有其他 政治因素 這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指控這個時候 我就必須要提出證據來 對 我如果沒有辦法提出證據來 我就不能隨便指控 他的處置醫師 有消極治療 你一點點到就是 陳順盛醫師 為什麼要站出來 來接受訪問 他說 他就是要找出原因 而且要有科學的方式 去證實說 他今天會變成這樣子 原來是有脈絡可循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例如說指控這個醫生 有消極治療 那這個一定要有證據 因為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那個醫生可以反來告你 因為你怎麼可以說 我有消極治療 第二個呢 例如說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預先假設他無病 那這個其實也是很嚴重的指控 因為如果這個指控提出來的時候 那當然醫生也可以告你 說你怎麼可以說我預先假設無病 我完全是站在醫學的角度 來去看這個病人 那怎麼你可以說 我是預先假設無病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樣子對榮總 嚴格上來說 我們把它假設 他後面有個手在操縱 這樣對榮總其實也不是公平的 因為嚴格上來講 我也沒辦法說榮總有這樣做 我也沒辦法說榮總沒有辦法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榮總到底有好好的治療 還是沒有好好的治療 可是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會先假定 我們到醫院去 像我們也常常到榮總 或是到台大 或是到很多醫院裡面 去看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基本上都信任醫生 因為醫生 我們都相信醫生會給我們很好的治療 可是我覺得現在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出現現在到今天 我一直對阿扁的病情 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 已經出現了 這個現象就是大家都不相信 那就是跟司法案件一樣 對 也就是說 司法層面也很多人堅信他無罪 那怎麼現在連病情也是這樣子 對 怎麼都會發生在他身上呢 對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變成 他已經不再是科學的問題 他是政治的問題 也就是說 認為阿扁裝病的 有一大群人 認為阿扁不是裝病的 有一大群人 那都有一大群人認為他裝病 一大群人認為他不裝病 那問題就在於 現在我們的現象就是 醫院也一堆人不信任他了 但是呢 如果沒有醫院 大家也不信任這個治療 怎麼辦呢 我個人導致建議就是說 以現在在台灣的情況下 那我覺得 要不就 可能真的要敦請 這個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 他們要來 就變成是 他們要來介入 至少關切 關心 了解 阿扁的整個治療的過程中 第一個 有沒有違反侵犯人權的問題 第二個 他在醫療的治療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現在在台灣 我們要不就是組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所謂的 公信力很強的醫療團隊 對 那我覺得又跨黨派 其實就有黨派設定的 真的要在醫界裡面 被認為是德高望重 而且都是這顆 這個領域的權威 我個人是認為 是不是大黨派 不應該先考慮 應該在醫界裡面 大家尊敬的這一些 祈勞 我想想因為其實醫界裡面 我們的很多老師背的 其實都是大家很尊敬的 我覺得由這一群 公信力的團體 他們組成了以後 那麼大家都覺得OK 其實不用去考慮 他是哪個黨派的 其實不重要 最重要是 他們是醫學界裡面的 腦外科 腦內科 神經科 神經內 神經外的 他們的 最重要的 祈勞 他們被尊敬的 這一群人 他們組成一個團隊 他們來開始 對阿扁的 整個有關精神狀態 做一個很詳細的 而且很仔細的 包括科學一切的探測 包括各種數據的 包括各種精神量表的測量 然後包括追蹤 然後最後評斷出說 他到底是屬於 什麼樣的病症 建議應該怎麼樣治療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 一旦定出這個結論了以後 大家都尊重這個結論 因為這些醫界的 腦內科 腦外科的 這些騎勞 他們用他們的 學術的 他們的專業的名譽 來背書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社會之間 大家就不應該再有意見了 我想如果說 認為他應該保外就醫 就應該讓他保外就醫 如果他認為 他應該繼續在醫院裡面 進行介護就醫 就讓他介護就醫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 真正能解決阿扁的問題 不然的話 你看阿扁的一個身體的問題 其實在台灣 又變成政治的問題了 其實他 他一般來說我們的身體 融獲有不同的醫生 會有不同的見解 因為我想我們自己本身 像我們媽媽前段時間 也是因為 他那個有腫瘤的問題 那麼不同的醫生 他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結果差別很大 那我們就要再進行第三個醫生的診断 我想這個東西 尤其我們在醫院裡面 那一座長長會面臨你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 我們相信他是很科學 很專業的 我想如果我們回到這個 這個體系裡面來運作 我認為 醫界的所有的人 跟醫界外的政治人物 也都應該尊重這些 騎老這些大老 他們的判斷 這樣子可能可以解決問題 我覺得賴老師 點出一個精髓 醫療是沒有分藍綠的 可是在這一點 我要感覺到非常遺憾的 是你知道賴老師 您提出這個 由專業所組成的團隊 我們很早在節目裡頭 許多來賓已經點出來的 你說你沒有法務不佈 你沒有什麼 醫學背景的人 動不動就出來講說 他最近他跌倒 他說沒有什麼 把他動作下去 如果他真的是病到 如果剛剛陳順生說醫師 有講 他所隨時可能都會跌倒 狀況之下 其實會鬧出人命 這是攸關一個人的生命問題 那賴老師所點出的問題 我們在幾個月之前 其實已經希望說 這個團隊會能夠趕快去成立 因為他背後所假打的 政治力介入 跟司法這種不公的問題 假打著非常複雜的因素 那很多人覺得說 他不是裝病 可是呢 有人刻意去漠視 隱瞞他的病情 這才大條 來這個